使出多点穿线长度 以便于以后穿线需要的长度做清分储备 引线结束 让线材取出一部份去 已被护士穿线 这是博弗力机 我博弗力的出品层线 这个红布仅仅是为了润滑而止 开始润滑油脂循环系统之后 不用这个布 只要将出油管对准汗湿 进行润滑即可 剥皮机 绕线 已经上滚筒和下分线轮 绕卷不小于五圈即可 只要能够满足牵引时候不打滑 就算穿线完成了 然后将线材穿过剥皮机 进入张力机 二号张力机 参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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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号张力机结束之后 将线材引出 穿线进入水通洗机 将线材端部弯曲部分截掉 一终进出 进线拖线轮 穿线进入 清洗手管道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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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线材正在进入气吹装置部分 两道气吹部分 然后随洗机穿向完毕 进入空干机 先经过转向轮 前部踩脚踏点动开关 其实背后这里也有个脚踏开关的 OK 线材在空干里进行覆扰 这是背后的空干机覆扰 打开空干机上盖 三个 将线材 在扶摇的凝绒楼上面进行撩线 注意 第一攻线 不经过这个计线波线的空置 进入背后的 经过下部阳线 可以修 如此反复绕过三圈 即可完成 一圈已经来哪儿了啊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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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一二圈穿线完成 第三圈 最后一圈 凭线材引出 注意第三圈 与前两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线材经过倒轮上部引出 而不经下部了 以便与牵引机的磨合心向口高度一致 这是进入牵引机 已经完成大半穿线了 将线材引出足够长度 OK 然后 车线车引进 将全部加住 用手动加持机构 将线材加住 避免线材松脱 将线材穿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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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